接着我们有一起读经的时间 回到神说话里面 请大家打开程序表 经文都记住在程序表里面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创世纪21章1至21节 我们一起读出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 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当阿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人 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阿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阿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 起名叫以撒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 阿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 及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 阿伯拉罕年一百岁 撒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 必与我一同喜笑 又说 谁能预先对阿伯拉罕说 撒拉要羽养婴孩呢 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及他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漸长就断了奶 以撒断奶的日子 阿伯拉罕切摆风声的言直 当时撒拉罕见埃及人 下甲给阿伯拉罕所生的儿子 就对阿伯拉罕说 你把这子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子女的儿子 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 一同承受产业 阿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 很忧愁 神对阿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同子和你的子女忧愁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该听从 因为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 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 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阿伯拉罕清早起来 拿饼和一皮袋水 吸尿下甲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打发他走 下甲就走了 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 皮袋的水用尽了 下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自己走开若有一箭之远 相对宜坐 说 我不忍见孩子死 就相对宜坐 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下甲说 下甲 你为何这样呢 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起来 把童子抱在怀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使下甲的眼睛明亮 他就看见一口水井 便去将皮袋盛满了水 吸童子喝 神保佑童子 他就漸掌 住在旷野 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母亲从埃及地 吸他取了一个妻子 好 大家先安静一阵 去想一下 刚才所读过的经文 愿圣灵在大家的心里面 动工 感谢观看 慈爱天父 多谢你 你留下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去学习 我们可以 看得到 你是一位怎样的神 你怎样与人同行 你怎样保护人 神的求你 带领以下的时间 让圣灵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亲自对我们 来说话 教动我们 提醒我们 多谢你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明求 我们的创世纪系列 差不多到尾声了 上两个礼拜 潘牧师跟我们 讲了第十七章 今天很快 我们来到二十一章 有一件大喜的事 发生了 在经文的一至七节 就记载了这件喜事 撒拉终于为亚伯拉罕 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孩子的出世 是按着神所说的 在第一至二节 很强调这一点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 眷顾撒拉 便照他所说的 给撒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年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人 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 生了一个儿子 先前的话 照神所说的 神在何时 跟亚伯拉罕说 跟撒拉说 他要生个儿子的呢 大家记不记得啊 记不记得不要紧 我会告诉你们 在第十五章的时候 神跟亚伯拉罕说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治 当时神还带亚伯拉罕 出去看星 看天 你看看天上的星有多少 你的后裔 都会是这么多的 亚伯拉罕不知道 不知道怎样会是这样 不知道怎样可以 会这样 但是他就信神所说的 经文说 阿伯拉罕 阿伯难信神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阿伯拉罕等 等 等 等到九十九岁了 在人体里 已经是没有指望 没有可能发生的事 但是神又再次告诉他 撒拉要为他生一个儿子 就在那个时候 阿伯拉罕整家人 上上下下 所有的男子 都受割礼 以后出生的男孩子 第八日 都要受割礼 又过了一些日子 神又确实地告诉阿伯拉罕听 孩子明年就出生了 就是在他一百岁 撒拉九十岁的时候 大家想想 阿伯拉罕和撒拉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有什么反应呢 是不是很开心地说 哎呀终于生得了 哎呀真的好了 不信 大家都知道 并不是这样 撒拉罕说 岂能有者起事 我和阿伯拉罕都这么老了 这个是人身体退化的过程 在人体里 不可能发生 神话 耶和话 岂有难成的事 如撒拉 也都经历到 妈妈就会知道了 要生孩子呢 要怀孕多久 我查过了 我没有生过 我不知道 不过 不过 可以查得到的 是三十八至四十个星期 大家想想 当撒拉 感觉到自己怀孕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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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肚子里 一天一天长大 他感受到 宝宝在肚子里 会动了 会转身 你想想 他的心情会是怎样 哇 好像发梦一样 神所说的说话 是真的 不可能发生的事 发生了 我想撒拉 在那段时间 哇 真的好像发梦一样 而在神所说的时间 到了 怀孕奇梦 撒拉 就为阿伯拉罕 生了个儿子 神是信实的 按着他所说过的 说话来行事 而阿伯拉罕 就按着神的吩咐 去行事 他为撒拉 和他所生的儿子 起名叫以撒 这个是神在 撒拉怀人的时候 神吩咐阿伯拉罕 而在以撒出生的 第八日 阿伯拉罕 就为以撒 行了割礼 以撒是 阿伯拉罕家族里面 第一个 在第八日 行割礼的 相信也是 人类历史里面 第一个 在第八日 行割礼的人 他是神 和阿伯拉罕 之弱的继承者 这个孩子的出生 带给整个家庭 都很大的欢笑 很大的喜乐 所以撒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 必与我一同喜笑 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他笑 即是他笑 以撒自己笑 他带给父母 很大的欢笑 相信在他的家庭里面 也都是很大的 众人都在这里笑 神都笑 撒拉的一句反问 谁能预先对阿伯拉罕说 撒拉要预养婴孩 这个谁 如果是指人的话 的确是没有的 没有人能够估得到 连撒拉自己 和阿伯拉罕 都不能够估得到 而其他人只会说 撒拉是不生育的 我不知道撒拉 和阿伯拉罕 何时结婚 如果他们20岁结婚的话 当时撒拉90岁了 相信他这样被人说了 都六七十年了 撒拉是不生育的 但是唯有神 可以预先对阿伯拉罕说 这个是神所预定的时候 你跟阿伯拉罕和撒拉 要生一个儿子 阿伯拉罕100岁了 撒拉90岁 距离他们离开哈纳 25年 这个孩子才出生 神不会误事 即使是过了25年 连这个正正就是神的时间 现代人 即是我们 很讲求效率 我们时时都想这些事 快点搞定 快点完成 很心急 想一求就有 最好就是按我们所想的 这样发生 又按我们所想的 那个时间发生 如果不是呢 就是神没有听祷告 我们不记得了 神有祂的主权 有祂的旨意 有祂的计划 而神所预备 往往 亦都是最好的 我初信的时候 为我的家人 信主去祷告 我每天都祷告 特别为父亲得救 有一次 在星期日 我的弟兄姊妹 参加了三福 于是我就约她们 下个星期六 来我的家 和父亲出队 而在星期一 我亦都为这件事 去禁食祷告 那我一直祷告祷告 祷告了很久 接着我打开圣经 我看到的是 诗篇十八篇 一到三节 那里这样记载 耶和说 我的力量 我爱你 耶和说 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盆石 我所投靠的 祂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国 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 我当赞美的耶和说 这样 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大家想想当时我读到这一段经文 我的心情会是怎样 我想的是什么 啊 神英运了 爸爸会信主的 很开心 那个礼拜我都很开心 到礼拜五晚 我就很郑重地跟爸爸说 明天有人来探我们 你一点钟呢 就回到你家里等 那时候我星期六都要上班 那时候放工 一点放工 我立刻搭的士回家 回到家一点半 为什么家里没有人 爸爸去了哪里呢 我立刻打他手提电话 没有人听 打了几次 为什么都没有人接的 他到底去了哪里呢 我即时心里面 向神发脾气 我说神啊 你不是说会信的吗 他为什么不见了他 他人都不在 他怎么跟他传福音 他怎么信呢 然后我立刻跪下 向神哀求 我说神啊 你要救他 现在我怎么办 就在我一路祷告的时候 电话响起来 我的弟兄姊妹 来到楼下了 那爸爸不在 都没理由立刻赶人走 他说不在 你走啦 不行的嘛 我说好啊 我来接你们啦 怎么知道 一到楼下 我就见到爸爸 很匆忙地回来 我由很低沉的心情 立刻弹了上天 就在那一天 爸爸真的缺了智 信了主 这件事 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 原来我是这么急躁 一些事 哇 不是这样的 那怎么办 那就立刻向神发脾气 这个是我对神的信心不足 以撒的出生 完全是一个神迹 显出了神的主权 祂的大能 超越人的逻辑思维 人肉体的限制 两个都已经衰老的人 竟然仍然能够生育 耶和话 没有难成的事 也都让我们体验到 神的信实 这件事 是按着神所说的说话 去成就的 祂应许的 必然成就 不过 是按祂的时间 和祂的计划 不是我的 而在事情成就 和神应许的时间 中间有一个时期 有一个历程 在这段期间 我们要倚靠神 等候神 仰望神 才能够坚持 不放弃 否则 等得久 我们就会不耐烦 会骂怨神 想用自己的方法 搞定它 我团契有位姊妹 她很年轻 就信主 她缺制之后 她想 这个救恩这么好 我家里人都要信 于是她就每一天 都为着她的父母 她的家里人 信主去祷告 凡教会有什么 狠亲旅行 什么聚会 她都会带父母去出席 自己又不时 叫父母 你信耶稣 信耶稣很好 但是她的父母 都不为所动 有一次 她听到一位弟兄 分享见证 弟兄说 她为父母 祈祷了25年 父母终于信主 这位姊妹想 如果真的要祈祷25年 父母才信呢 那还是还有7年而已 那时候她已经为父母信主 祷告了18年了 于是 她又继续 为父母的信主 去祷告 在前几年 她的妈妈 突然间中风 昏迷 她很害怕 因为妈妈未信主 那怎么办呢 很感谢神 妈妈昏迷三天 这位姊妹 邀请弟兄姊妹 牧者 去探望她的妈妈 她妈妈可以有清醒 听到福音 最后信了 接着就离世 姐妹虽然很感恩 妈妈信了主 才离世 但是爸爸还在 她很害怕 爸爸好像妈妈那样 于是她 虽然继续带爸爸 去教会的 恨亲罪 回忠而此类 但是她又很害怕 爸爸好像妈妈那样 突然间昏了 怎么办呢 又讨告了那么久 所以有时 她心里面一急 一乱的时候 就会走到爸爸的面前 爸爸 你要信耶稣啊 那她说爸爸 不会因为这样信 她又继续 为爸爸的信主 去祷告 当她觉得 灰心沮丧的时候 她就会这样祈祷 神啊求你 联敏我的父母 亲手拉住他们 将他们从灭亡中 拉出来 就好像你 联敏罗德一样 将他们从灭亡中 拉出来 她这样祷告 是因为在她初信的时候 读圣经 读到《创世纪》19章16节 那里这样记载 但罗德迟然不走 而人因为耶和华 连率罗德 就拉着他的手 和他的妻子的手 并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 安置在城外 姐妹就是凭着 神对人怜悯的 这一份信心 不断地祷告 等候 在去年 她爸爸都信了住 并且接受水泥 她很开心 所以跟我们讲见证 应许的成就 带来莫大的喜乐 以撒出生 为阿伯拉罕一家 带来喜笑 不过这件快乐的事 是不是就是这样 一直快乐 开心下去呢 当然不是 接着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一件 令阿伯拉罕非常优秀的事 发生了 相信是他慢慢想不到的 以撒一日一日长大 去到断奶的时候 在古代近东的小孩 一般在三岁才断奶 而断奶也表示 这个小朋友 不需要再时时 在母亲的怀抱里面 古时的医药 没有现在这么猖猛 小孩子腰折是经常发生的事 所以能够长大到三岁 是一件很大的喜事 因此孩子的父母 都会择一为他切摆原植 宣布孩子断奶了 就好像我们现在 我们都会为小孩子 摆满月酒 八日宴 作为父亲的阿伯拉罕 也都非常开心 为了庆祝自己的孩子 断奶了 他摆了丰盛的原植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 有多高兴 大家有多开心 众人吃喝快乐 就在这个庆高采烈的时候 杀拉突然间看到一个画面 就好像将整个欢乐的气氛 停住了 所有的东西都停住 就好像我们看电影 镜头突然间停住 在一个人的面上 还要是大特写镜头 他就是埃及人下甲 和亚伯拉罕所生的乙子 以实玛利 这个男孩的面上 挂着气笑 意思是气聋 嘲笑的意思 撒拉心里面一沉 他看到危机 不知道撒拉会不会想起 十几年前 下甲 怀着这个小孩的时候 对他的轻视 怎样看小他 现在这个小孩 十六七岁 看着三岁的以撒 嘲笑他 气弄他 撒拉脑里面 闪出一个念头 这个小孩 不可以和我的儿子 以撒一起长大 他和他的妈妈 都要被赶走 撒拉立即采取行动 他以命令的语气 和阿伯拉罕说 你把这侍女和他的儿子 赶出去 简单直接的命令 完全没有商讨的余地 因为对年幼的以撒来说 以实玛利 确实是一个威胁 会影响到以撒将来 继承阿伯拉罕的产业 因为古代近东的法例 被女所生的儿子 是可以分得一份产业的 另外也有法典规定 如果主人不想分家产 被被女所生的儿子 可以用他们的自由 来交换他们的产业权 而这个也正正是撒拉做的 撒拉称下格为 屎女 显出 他在撒拉的心目中 地位是多么低微 撒拉又多么看不起他 而他称以实玛利为 屎女的儿子 也都显示出 在撒拉的心里面 这个孩子 地位也都很低微 很特别 我们看回8至21节 这段经文里面 都没有提过 以实玛利的名字 只是会称他为 屎女的儿子 或者童子 就好像要突出 这两个孩子 以撒和以实玛利 他们身份的不同 撒拉的这个命令 在亚伯拉罕的眼中 是极之不好的 因为牵涉到她的儿子 亚伯拉罕感到很优秀 为什么亚伯拉罕这么为难 以实玛利是他的第一个儿子 虽然由痞女所生 始终是自己的儿子 是自己的骨肉 而且当时以实玛利 已经十六七岁 由他出生 看着他长大 断乃到现在十几年 这么多年的父子情 怎么会捨得 更何况 他两母子离开了之后 会遭遇到什么事 会不会饿死 会不会在旷野渴死 他们日后的生活 又会怎么样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 怎么可以放手 虽然最近家里增添了一个成员 令大家都很开心 就是应许的以撒出生了 但是不等于阿伯拉罕对以实玛利的感情 就可以完全没有了 手心是肉 手背又是肉 阿伯拉罕处于两难之间 极为优秀 不知道怎么好 就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时候 然后神出手 神首先安慰阿伯拉罕 你不要为这同子和你的子女与优秀 然后神命令阿伯拉罕要听从撒拉的话 上一次阿伯拉罕自己听撒拉的说话 就是撒拉要他和夏夹同房 为他生儿子 就是因为这样 阿伯拉罕现在才处于这个两难的处境里面 不过今次是神吩咐阿伯拉罕要听撒拉的话 而相信令阿伯拉罕放下心头大石 是神接着和他说 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以实玛利不是属于被拣选的后代 神只会和以撒和他的后裔 坚立和阿伯拉罕所立的药 不过神会保守被赶出去的以实玛利 他必定不会死在旷野 其实早在十七章二十节 神已经和阿伯拉罕说过 至于以实玛利 我也应运你 我必赐福给他 使他昌盛 极其繁多 他必生十二个族长 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而最令人感动和窩心的 是神和阿伯拉罕说 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你 以实玛利是你阿伯拉罕所生的 因此神都要赐福给他 令人体会到 神对阿伯拉罕的爱 神和阿伯拉罕之间的关系 要赶索自己的亲生仔 自己的第一个仔 在阿伯拉罕的心里 相信一定有很大的挣扎 落不到这个决定 归根究底 这个是自己错误的决定 所引来的后果 人总是这样的 自我中心 自为自己所想的 是最好 有时候 自己会想 神理不得我这么多 于是就自己安排 自己决定 自己行动 我认识一位姊妹 她又漂亮又聪明 在她信主之后 就为自己将来的配偶去祷告 求神为她预备 当然她心里面 都有一系列的条件 她既然又漂亮又聪明 当然追求的人 很多 那些不信主的 已经即时勾了 不在考虑之列 而追求她的弟兄 也不止一位 当然 也不是很符合她的条件 所以她在祷告里面 就跟神说 神啊 你把那些不对的 都拿走 但是 祷告极 都是有一位弟兄 拿着都不走的 那这位弟兄 很有毅力 很有耐性 一路等等 等了年纪 那当然 弟兄都一路 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 那在一年纪之后 姊妹 终于下定决心 开始跟这位弟兄交往 自此之后 我每一次问这位姊妹 你们交往的情况怎么样 姐妹都很开心地跟我说 我觉得很幸福 她原来很好 我真的很开心 那在去年 他们终于结婚了 结婚之后 我又问姐妹 你们怎么样 相处成怎么样 她都是一面 幸福地跟我说 很幸福 我为他们很感恩 姐妹 愿意放下 自己心里面 以为好的 愿意信服神 按着神的心意去行 最后 祂得着 神为祂预备的幸福 不过有多少时候 我们是抱着自己的意愿 自己的想法 不肯放手 跟着神走 是的 我们会想错 会做错 会决定错 感恩的是 神仍然保守 仍然看顾 而且是超越人的错误 使得人得益 我们对神的信心 表现于信服的行动 对神的信心 表现于我们对神 信服的行动 神吩咐阿伯拉罕 按着沙拉的话去做 也都应许会看顾 以什玛利两母子 阿伯拉罕听到了 知道了 但是不等于 他们十几年的父子情 和下格夫妻的关系 可以立刻断绝 完全没有感受 没有挣扎 他仍然因为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挣扎 和神的吩咐 两者之间去做决定 按神的话去做 或按着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意愿去做呢 虽然阿伯拉罕心里面 依然不舍得 不过他选择 把饼和一皮袋水 吸下格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打发他走 阿伯拉罕可能整晚都睡不着 又或者他想到 清早没那么热 方便远行 所以他一早起床 为两母子 预备了必须的饼和水 把孩子交给他 这个孩子以后的管教 看顾 就交给下格去负责 最后阿伯拉罕打发他走 下格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好带着个儿子离开 经文描述下格 下格好像很爽快 很撇脱的 下格就走了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他在别士巴的旷野 走迷了路 走迷了路 原文的意思 有漂流 徘徊的意思 所以有些经文 就将这句翻译为 在别士巴的旷野飘荡 又或者是 在别士巴的旷野 亡无目的地飘荡 让我们体会到 下格的心情 他有几个迷惘 彷徨和失落 别士巴是 加南地最南的一个地方 可能下格想着 带着个儿子 回自己的家乡埃及 但是他心力交水 他失去了前行的意志 他失去了方向 不知道怎么好 直到水喝完了 维持生命的 必须的水都没有了 他顿时感到绝路 不知道以实马里 是否因为缺水 而身体虚脱 举步为奸 于是下格 将他 留在小树下 自己又走 走去一箭之远 即是大概一百码的距离 他在极度的绝望里面 除了不忍心 看到自己的儿子渴死 心里面的难过 被家主赶走的苦情 冤屈无助 虾子爆发出来 他很大声地哭 在这个时候 在别士巴的旷野 霉满着悲惨的气氛 两母子相对等死 就在这个凄惨 绝望的境况里面 神再次出手 神的使者 从天上呼叫下格 安慰他 再次向他重申 神曾经应许过他 你为何这样呢 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 童子的声音了 起来 把童子抱在怀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 成为大国 神不但关心 以实玛丽的前途 也都关心 他现在即时的需要 神开了下搭的眼 让他看到 在附近就有一口水井 于是下格 马上将皮袋去装水 拿给就快要喝死的 以实玛丽喝 下格因为被家主赶走 突然面对这样的困境 他心里面很难过 迷惘 彷徨 不知所措 在他的眼中 只是看到困局 因此 他绝望 看不到出路 更看不到那一位 曾经看顾他的神 也都不记得 神和他说过的东西 其实在十七年前 当他怀着以实玛丽的时候 因为被撒拉苦待 他自己离家出走 在路上遇见神 在十六章十一和十二节 就记载了神和他说过的说话 我必使你的后裔 极其繁多 甚至不可声数 又对他说 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丽 因为 夜话话听见了你的苦情 当时下格 还称神为 看顾人的神 十多年后 他忘记了 忘记了这位 看顾过他的神 弟兄姊妹 我们会不会都好像下格一样 当陷入困境的时候 因为忧伤 因为失望 而忽略了 周围可以有解决的方案 甚至是忘记了神的应许 神的同在 神的救恩是原备的 不会够一半 剩下一半 你自己搞定 你看看 神的恩典 神的供应 有多么充足 下格和以实玛丽 只是需要一袋水去解困 神 却是给了他一口水井 一切的封城 都在神的里面 他的供应 超乎我们所想所求 在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看到神的信实 神保佑同子 他就渐长住在旷野 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母亲从埃及地 给他取了一个妻子 一个大国 正是逐步形成 神的应许 又一步一步地实现 读到这件事 可能大家 会为以实玛丽抱不平 同样都是阿伯拉罕的儿子 为什么要厚待以实 要赶以实玛丽走 首先 神并没有代博以实玛丽 他同样得到神的保佑 看顾 刚才二十二十一节 这么说的 为什么对以实这么好 我们要从神普世的 救赎计划角度 来到读圣经 神拣选了阿伯拉罕 和他立约 并不是单单要祝福 他和他的后裔 而是要透过神拣选的这个民族 将神的祝福 神的救恩 带给全地 万族 万民 他们要成为神在地上的使者 肩负起向万国万民 传扬神的责任 而更重要的是 世人的救主 耶稣基督 都是从这个民族而出的 而今天 我们 都是阿伯拉罕的属灵后裔 同样肩负起 这个向万国万族 万民传福音的使命 就落在 你和我的身上 从我们的属灵父亲的经历 我们知道 阿伯拉罕不是一生出来 就是信心之父 他对神的信心 都是有高有低 他的人生 也都面对起起跌跌 而就在这些高高低低 起起跌跌之中 他深切体会到 神是很实在的 他经历到 神的保守 神的信实 神的保护 神的大能 以致 他对神 没有怀疑 即使 他未明白 未看到 心里面 都不是很情愿 不过 他仍然愿意 信服神的指示 信服神的吩咐 这个 就是信心 对神 绝对的信任 知道他 不会脱脱 帝兄姐妹 你 和神走过的路 又是怎样的 会不会和阿波拉罕 一样 对神的信心 都是有高有低 在你的人生里面 都是经历过 起起起起跌跌 而在这些高高低低 起起跌跌的里面 你有没有深切体会到 神的实在 你有经历到 神的保守 神的信实 神的保护 神的大能吗 如果有 我为你感恩 相信 你也会对神 没有怀疑 即使是未明白 未看到 心里面 未情愿 仍然愿意 信服神的指示 对神 完全信任 因为你知道 神 是不会 误示 不会脱脱的 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 你可以向神祷告 求神让你 更深地经历祂 认识祂 以下来 有一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祷告 如果有经历过神的 请你向神献上感恩 如果没有经历过 你就向神祈求 之后 我会为大家祷告 慈爱的天父 多谢你 透过阿伯拉罕的生命 让我们认识到 你不单救赎我们 更是愿意与我们同行 你是拯救我们到底的神 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 无论经历高低 仍然信靠你 听从你 弟兄姊妹的祷告 你都听到了 求你按你的指意成就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命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